林肯J的这一套类似 你坐进来之后真的会惊呼 现在在燃油车上 你基本上找不到 找不到任何一台车 会有这种感觉 它的整个类似的话 坐进来之后 完全是给你的感觉 就是新能源纯电的这种感觉 最主要的是 就是前面这一块巨大的一个屏幕 从整个左侧延伸到右侧 驾驶席的前侧 是一个12.3英寸的液晶仪表盘 然后从中控到副驾驶 是整个一个贯穿式的 27英寸的一个屏幕 这一块屏幕的话 你可以看到现在 可以把导航整个投影在一块屏幕上 当然包括娱乐的东西 爱奇艺 还有很多的比如说音频等等 都可以在这一块屏幕上 进行一个非常非常宽泛的一个显示 然后这样的好处是 给到副驾驶的这种操控的权力更多 所以这个车内整个进来这种科技感 我们想一想 同级别 它面对的对手是 奔驰的C 宝马的三系 奥迪的A4 然后沃尔沃S60等等 有哪一台车会有这种感觉 没有的 真的是没有的 这台车在整个科技感 科技感方面的营造 真的是做得太强了 是完全是在燃油车里的另类 OK 关于它的这一块屏幕的话 底边有很多的功能 当然它跟百度共同来研发的 类似的很多东西 Sync加的4.0的一个系统 我们待会做到前排之后 再详细的体验一下 这种科技感真的是同级别当中 非常独特的